翻開傳給業務員的匯款資訊 以為每一筆帳 都進了保險公司的戶頭 沒想到詢問客服保單狀況 竟被告知保單已經被解約 林先生指控十年前 透過朋友介紹認識 這名無薪業務員 簽約買儲蓄鞋 每年繳六萬塊 當年十八歲的他 努力打工儲蓄 指控對方未造簽名解約 自己筆順 自提比例 跟本人簽的完全不一樣 更扯的是對方 還持續傳送 催交保費的訊息 以及帳戶資訊 每年提醒要交保費 似乎想要營造保單 仍然持續的假象 當事人前幾年 都是拿現金給對方 這幾年才匯款到 業務員的帳戶 結果今年聯繫客服 才發現這個狀況 與業務員聯繫不讀不回 手機也變成空耗 保險公司回應 107年就有打電話告知 保護保單已經解約 也將解約金 匯入客戶的帳戶 提醒依照規定 業務員是不得代收保費 但當事人說 業務員跟他解釋 這筆錢是投保利息 他當下也沒有注意 沒想到這份保單 早已不存在 如今已經向金管會申訴 提告未曾文書與詐欺 就算業務員離職 也將追究到底 TVBS新聞網站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